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 我开启一系列的关于这个一个系统这个游戏的教程 我发现在YouTube上的这个教程并不多 中文的教程并不多 英文的多 中文教程并不多 然后打算做几期 然后呢让大家更愉快进行游戏 这游戏呢是太空建造题材的 然后呢其实难度不低 尤其是之前还没有那个开启这个难度设置 现在有难度设置呢 就就游戏上比游戏性上就好很多了 然后呢今天的作为第一期视频呢 我主要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建议的一些游戏设置 让游戏是新手玩家 要玩起来体验会更好一些 好吧 直接进入一个新游戏 新游戏它开始了给你三个游戏设置 一个是旅程一个默认一个挑战 默认的相对对于新手我感觉有一定难度 因为它的传体维护 有点过于苛刻 然后事故有点太频繁了 然后资源上的资源还好 资源还好 就是主要是这个事故和这个传体维护 太牵扯经历 你不会体验到其他的地方 比如比如像我更喜欢 怎么更合理的布局啊 或者是在一个区域区块怎么合理运用 那个资源什么的 然后所以呢 我是非常不太喜欢的 然后这个旅程有点太简单了 它有一些就是就有点太可能 可能挺贴近真实 但是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你所以我认为一个应该是在这两个中间的位置有一个难度 就是哎 比较适合于新手 又有一点又有一点那个就是这个优秀给你一定压力 然后呢又能会又能会享受的去见到你的那个泰科号 泰科号 英文太空我玩是英文吧一开始 所以我们可能会录视频中说太空 所以大家理解我说什么 所以呢 我建议是走定制模式 定制模式 首先呢 旅程呢 你和末日你会看到第一是挑一程来有一定的降低 然后你的修复度降低 然后你的信任度会有限制 那资源会有改变 然后活动惩罚会有改变 那冷冻仓比例会改变 你的太阳能板事故 反正还有很多会禁用 死亡惩罚气象惩罚 这些都被禁用了 我认为是没有必要 还有你的实物 我认为实物是完全不是个问题 不是问题 所以我建议先点击默认 然后选择定制 好也需要改点 首先呢 这个维护还是要提高到 旅程难度 因为末日稍微一点难 会牵扯你很大精力 所以我建议提高到15 甚至说20都可以 你如果不想管这个的话 就想更享受游戏的建造乐趣 而不是一直被修复牵扯精力 然后信任度没有影响 信任度没有影响 资源呢 一个星期这么大 怎么会有限制资源 你一进到游戏你就会知道 资源限制上有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修复会消耗你很多的铁矿石 矿石资源 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个chapter二 第二个章 我有一个游玩 基本是把整个星期的所有的情况 全部挖完了 全部用在修复上 就很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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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 你知道 因为你把整个星期的资源 修复到你一个不如月球大球的船上 这既然修不了 这简直是不可没有道理你知道 所以呢 所以所以我感觉应该会加 加到50%或100%都可以 这看歌喜好 如果你想轻松点呢就是 其实没有区别 其实没有50%去100%是没有区别的 就是 就是你的位宽操控上会稍微少一点 就 也许第二章有那个宇宙天气的时候 都可以 50%我建议50%吧 还是有点压力比较好 然后这些失败惩罚稳定度全部一样 全部启动 这都应该 龙龙舱惩罚都可以 食物也可以 我最后再讲解工人这方面 然后先说别的太阳能输出版 正常和加百分之二我都可以 看你个人需求 太阳能版基本都满足大部分的需求 三到四个sector需求没有问题 然后呢 只要你产出一定的资源就可以 我尽量不剧透啊 产出一定资源就可以保证它的能源的供给 所以正常和百分之二都可以 但是呢 要想舒服一点就百分之二 因为游戏你可以 实时的关闭一些工厂 什么来减少输出 减少那个这个叫卫弓箭惩罚 所以呢都可以调整的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事故呢 事故这个一定要减半 死亡人数正常没有关系 减半是必要的 因为这游戏有点太过分了 对于一个可以上宇宙的那个 在宇宙中超光速运行的飞船 它的事故简直是 太频繁了 这游戏的事故 频繁到有点不可思议的地步 然后所以我认为减半是 是平衡 罢工危机气象和威胁 这是应该要启动 因为气象的话 必然呢 你需要去控制和躲避 好吧 这是我建议的 sorry 还有最后一点工人 工人这方面 我要详细的讲解一下 就是说 手上速度没关系 这个人体冷冻工人比例 这个非常重要 这我建议至少要到百分之二百 或到百分之三百 他的他的逻辑啊 我想怎么解释 就是我介绍游戏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进入一个我之前玩的游戏 好我们进来游戏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这有二百多个仓库 中型 中型仓库 然后就整体游戏啊 然后后期游戏有一些 那个法令什么的 现在的我这个区域 开启了人工冷藏工人智商法令 工人智商法令 就只先开启工人 你有二百三十二个仓 对吧 然后我现在这个区域呢 有二百十四个工人 好吧 然后我现在零体冷冻只放到一区 我们现在看一区啊 放工人啊 0.2周期就就开放一个工人 好吧 然后咱们现在把设置 把游戏设置 工人比例调到百分之四百 大家看一下效果啊 看一下效果 你们有我在说什么 看啊 现在是 我们解冻了一个人口 加速啊 解冻了两个人口 解冻了三个人口 解冻了四个人口 好吧 有四个人 OK 好 刚才是二百六十四 再来看看咱们的工人 还是二百六十四 为什么 我的病人比例 已经调到了百分之四百 好吧 为什么 然后我特意的研究了一下 这个原因啊 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你的停泊区的那个运输船 运输船啊 货船那个拿到这个冷冻仓的时候 就已经定义了这一批冷冻仓里的工人的比例 然后当你存储之后 不管你怎么开 它永远是这个比例的 所以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游戏初期来设定这个东西 如果你在后期设定的话 你已经有很多冷冻仓了 它的一个比例已经固定了 如果你一开始是正常比例的话 大概大概的比例是一个工人比三个非工人 你看我刚才开启了四个工人 这边四个是非工人 看到吗 四个非工人 在这里 所以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说 这个比例是严重不符合现实的 这样吧 我查了一下 我我人在英国 我查了一下英国的这个 这个人口比例2022年 人口比例也是75%是工人 工人 而25%才不是工人 知道吧 这个社会的比例 人口比例 所以呢 少说吧 一半一半 至少要达到一半一半的标准 你就上宇宙了 我的天 还不能工作 这太假了 所以呢 这个人口比例调整 一定要调整 它的逻辑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的比例提高 它不是说 比如你一开始有 就比如一开始你有四个人口 其中一个是工人 然后呢 三个是非工人 如果你给他比例调成加百分之百 就是说 你一共有 就变成一共五个人口 然后有两个是工人 然后有三个非工人 你的比例其实是40% 40% 是吧 谁是40%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说提高百分之百 大概比例就是2比3的比例 工人比例 然后如果调到200% 大概是50% 50%的比 所以我建议 这个人工 人工比例 这个 这个条 一定要 我是认为 就是必须要拉到100到200之间 这样的话才合理 而不是说 就是 就是这个游戏设计 就是为了增加难度 增加难度 就没道理了 你我认为现在玩 我比较偏于想玩一个比较 切合现实的游戏 是吧 所以呢 我建议呢 是大概是 你一定要调 就是这个设置 一定要调到100到200之间 好吧 100200之间 这样呢 才更加 舒服 就也不是舒服 就是说 更加符合现实 好吧 这就是工人比例 你啊 这样呢 当然调到了 只要调150 这样的话呢 嗯 就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设计就比较 嗯 稍微贴合现实 而且更加游戏 游戏游玩起来比较舒适 然后你有一定挑战 好吧 就是 修复点数 矿团规模 呃 人口比例 呃 然后太阳能输出 这这这倒无所谓 这个这倒无所谓 嗯 我我可以不不贴要输出 大概就是三点 就完全可以了 应用手指 啊 你就可以开启你的游戏 好吧 今天第一期视频 我先做一下这个 这个游戏难度的定制 然后后面呢 我会可能直播一些视频 然后做一些 嗯 关于游戏内的一些 嗯 教程啊 或者是 嗯 小的贴士之类的 好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啊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你别忘了点赞收通 嗯 嗯